各位委員 这个证件交易法 里面的这个独立董事的这个制度 那么在过去有很多的这个批评 那这一次又把它这个又强化 然后呢又再加入一个新的制度 叫做审计委员会 那我是觉得 我们要考虑到是说这种新的这种 这些这些观念 会不会跟我们现在的公司法的这种 公司治理的结构 产生跌床嫁务的问题 那这个独立董事 其实这个这个规定是在美国出现 那美国是在恩隆案之后出现 他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呢 因为美国的公司法的体制里面 他没有监察人的制度 那么所以他才会创出这个独立董事 来担任他用大陆法系的监察人的观念 来写这个独立董事的这个功能 那我们现在审计交易法的这个做法是说 要让他设立独立董事 那么独立董事之后呢 他这个所谓的审计委员会 还要有独立董事加入 而审计委员会可以取代 我们公司法里面的监察人的功能 那换句话说 我们现在就是一国两制了 我们的公司法是大陆法系的公司法 但是我们的证券交易法 是美国法的证券交易法 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说 我们这个发生这个体制上的混乱 你这个体制怎么厘清的问题 比如说你十四条之三项 你在这里讲 依照规定所选任的独立董事的公司 除经主管机关核准外 下列事项应提董事会决议通过 独立董事如果反对意见或保留意见 应与董事会会议事物载明 这个问题为什么你不能够用 正常的公司法的制度里面 让监察人来监察 你为什么要用独立董事来监察 所以我是觉得是说 我们现在的体制里面 已经有很完备的让监察人 他参与公司的各项的业务 也有查账 也有很多很多的功能 你现在独立董事要做的事情 监察人也都可以做 而且监察人在我们现在的公司法里面 他还可以代表公司聘用外面的专业人员 来查账或者履行他的监察人的责任 在这种前提之下 我觉得真的应该要好好考虑 你是不是要有这个独立董事的制度 再在独立董事制度之上 再做一个所谓的审计委员会的这个制度 同时我们的公司法又有另外一套现行的所谓的 董事跟监察人这种分开的机制 所以我们不要混淆这个机制 因为董事会在我们大陆法系的这个公司法面 他基本上他是一个决策机构 那监察 这个监察人他是一个监督制衡的机制 那现在我们的 所以他的董事跟监察人 他是两套机制 他是很清楚的 现在我们用了这个所谓的独立董事的这种制度 去混淆的这两个制度的一个区分 那也让我们在整个法律体制上产生很大的混淆 所以我是觉得是说 我们是不是再考虑一下 因为这整个制度如果执行下去 真的会让我们整体的公司法 他的体制发生混淆 那将来你究竟监察人负什么责任 你独立董事负什么责任 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公司法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变革 那我觉得这个事关真的很重大 我不会建议是说 是不是我们多听一些专家学者的意见 因为他牵涉到我们整个公司法的制度的变革 你如果要全部走英美法系也可以 可是我们基本的法律制度 还是一个大陆法系的制度 那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 也是一样 就是说我们要不要采取独立董事的这个制度 那事实上独立董事这个制度 是在美国的恩隆案发生之后才有的 对不起 就是在之前也有了 这个恩隆案 这个之前他也有独立董事的制度 可是这个恩隆案发生之后 大家都发现说 这些独立董事还是不知道这些事情 因为他不知道说 虽然有独立董事的制度 但是他也没有有效的预防恩隆案这样的这种事情的发生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真的是不是要再创设出来一个独立董事 在我们的监察人体系之外 我觉得值得再思考 而且我们法律的公司法的基本法的这个体系 对监察人的这个制度 其实规定的已经很完整 你或许可以把在证券交易法上 对监察人的功能定的更详细 更仔细 更具体 但是是不是要再创造出来一个独立董事 我觉得是应该要再考虑一下 那另外一点 就是说在我们这里的条文里面 也是发生这种法系上的混乱的问题 比如说第20条之1 第20条之1的第1 2 3 第三项 第三项这里讲 他说第一项各款之人 除发行人发行人之董事长总经理外 因其过失之第一项损害之发生者 因依其责任比例负赔偿责任 这是除非我的这个理解是不正确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 我们具体的条文里面 有所谓的比例责任制的这个规定 那比例责任制老实讲 它是一个英美法的观点 那英美法里面的法院 他也知道怎么去处理这个比例责任 什么样分担 怎么样在不同的共同负责人之间 他怎么样分担这个比例 那我们的法院 如果我了解没有错的话 没有这个习惯 我们的法的体制里面 也没有这个习惯 所以你这个法律 在事实上 要在我们的法规的结构里面 要有效的执行 我觉得是一个要值得参考 要再挣酌的 那另外 另外我再提出来就是说 这个会计师 在20条之一这里 第二项的第三款这里 会计师出去虚伪不实或不当的意见者的时候 那 他如果善尽专业上是注意的义务的话 他就不需要扶责 可是他还是可能会有过失 任何专业人员 他职业的时候都有可能发生过失 那么像大型的证券交易里面 他如果发生过失 发生过错 他可能产生的责任其实是很重 那这个时候专业人员 他是不是有能力 因为专业人员都是个人职业或者是合伙 或者是在大型的这个专业公司里面 那这种这么大的这种责任 你有没有一个保险制度 足以支撑 他这么大的责任 我们现在的保险市场还没有这么大的 我还没有看过这样的产品 对于就是说专业人员 他在职业里面因为过失而产生的责任的保险 还没有看到 那我们会创造出来一个情况 就是说一般的中小型的会计师 他没有办法在市场上买到 买到这个保险 以至于他没有办法承接 大型的 大型的这个证券交易的业务 那这次证券交易会很可能都会集中在 大型的会计事务所 甚至于是一种全球化的 连锁的这种事务所 因为他有全球的保险的这个涵盖 那我们会发现就是说 这个市场会趋向集中在那几个大的事务所上面 那这会影响我们市场的结构 我们要的这个专业的市场 是以专业能力为他竞争的最主要的基础 而不是说他是不是有能力去买保险 或者他比较有财务能力去承担这个风险 所以你会引起这个整个专业或者职业的市场 或者是会计市场里面一个结构上很大的变动 所以我是觉得在我们的保险市场 没有办法提供合理的保险产品来涵盖这个职业人员的这种制度 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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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的这种责任之前 这一条我们是不是要好好的再思考一下 那我觉得这一条要执行的话 我觉得尽管会要一个完整的配套 让我们的这个保险的市场里面出现必要的商品 让这个应该负责的人 他有这个可能性去找到保险或其他的机制 来涵盖他在职业上的风险 那以上这几点 就是说对我们这个证件交易法 这次所拿出来的这个修正条文几个意见 那么是不是我们后续再来讨论 看怎么处理